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 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 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 请手收听 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 山难议题 靠北山友 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 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 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应该没问题了 现在波形看起来就比较正常 OK 好 那就开路 开路 好 那你上个礼拜去哪边玩 我这个礼拜去了南投 然后是两天一夜的行程 两天一夜 所以你们大家都有带帐篷几个人去 我们总共一车五个人 大家都没有带帐篷 只有一个人带了一个六人帐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真心去露营 所以说没有背着帐篷到处走 我们就是找了一个很环境优美的露营地 然后就在南投那个地方先露营 露营之后 隔天我们才去践行爬山 OK 所以你们有带帐篷 但是是一个六人帐 后来你们有搭起来吗 当然有啊 我们就是找一个营地嘛 然后第一天呢 没有什么别的行程 就是单纯住在营地里面 然后玩乐 聊天 煮饭 这样子 看星星 有生营火吗 因为那边是露营区啦 所以很多人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 没有特别去生营火 再加上明明就冬天了 但是昨天超热 南投三十几度 就是你说11月22号 21号那天很热 超热 然后根本就不需要生活 然后对 我们就是自吹 自己煮饭来吃 这样子 然后第一天的行程就非常easy 那这一次的行程其实很特别 是我们是特别要去走 南投的关门古道 就是那两个字关门吗 没错 但是关门 对对对 关门古道 它之所以叫关门古道 是因为有一座山叫做关门山 OK 对 那关门古道呢 它是清朝建的最后一条古道 其实你知道吗 我本来以前爬山也不会做那么多功课 但是现在是因为回来之后想说 我要介绍给听友 介绍给观众们听 到底要怎么介绍 所以就会一直查资料 然后我就有查到说这个关门古道呢 它其实是清朝搭建的最后一条古道 那以前为了建古道的原因 其实就是为了要 清朝的政府那时候留名船 可以 他必须要 对对对 他要抚番 就是要管理那些 就是环纳啦 以前叫环纳嘛 然后就是 所以说他要搭建一些古道 然后去管理这些原住民 没错 所以说这个是当时建古道的原因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去巡礼这一条古道 所以全程你没有走完 没有 因为全程现在已经都毁坏了 基本上他 古道当时好像是有六十几公里 然后但是 很长欸 对对对 没错 他是积极接到瑞穗 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其实是很长的一条古道 但是 现在因为 他其实是在丹大林道那边 那丹大林道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很容易崩坏 所以说其实那个古道到现在 他也有点算是遗迹了 政府有在维护吗 还是其实就让他自生自灭 没有特 我感觉好像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 有维护过啦 其实这就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因为这一次会去的原因呢 以前啊 我相信所有有听过丹大林道的 听众们都知道 如果要去丹大林道 其实非常的遥远 他的路程很远 你要整个从 从孙海桥要到 七彩湖 对 要踢五十公里的林道 Oh my God 来回就是一百公里 而且因为交通工具 没有办法进去嘛 所以说他就变成 偷偷用两脚来行走 非常的累 所以说现在 之前呢 就是曾经有过 孙海桥这座桥 能够让交通工具进去 那因为后来被冲毁了 就又没有重新的整建 所以说就越来越难 到达孙海桥的另外一边 所以你们不是从孙海桥那一侧开始走 你们是从另外一侧开始走 不对 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去 就是因为孙海桥回来了 真的假的 没错 因为他搭了一个便桥 那为什么要搭便桥呢 是因为其实孙海桥 他其实就是跨越左水溪 那左水溪的另一端 但大林道这一端呢 他就是没有住人 虽然说他是以前布农族的部落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住人 所以说呢 政府要去维护 其实也没什么动力 应该说没什么急迫性啦 相较于其他的 有原住民的地方 他当然是先去 整修那些有人住的地方嘛 那所以说像这种 其实根本就没人住的地方 他就也没有什么去搭建的 就是去整修的 没错 所以他就是一直被 被冲毁了之后 他就一直都没有去整户 然后最近搭好一个便桥 你们就开车过去了 没错 因为最近10月11月 刚好是枯水期 然后他这个水 竹水溪的水位就很低 然后他就刚好可以搭建一个便桥 那搭建这个便桥 就是为了要去修那里面的电缆 所以说台电的工程师呢 他就会搭建这个便桥 就是为了过去 要把那个电缆 就是你在山上 还是会常常看到一些电缆电线 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东电西送啊 南电北送啊 这一种功用 所以说他还是要去维护这些电缆 所以在枯水期呢 他就把这个桥建起来 那我问一个比较诡异的问题 之前应该有所谓的流龙 他们台电人员应该可以坐流龙过去 没错没错 对那为什么还要再搭一个便桥啊 因为流龙其实根本就很不安全 是喔 对流龙他基本上在古古早时期 他是为了来运送物质物件啊 所以就是载一些非生命体 对对对不是拿来载人的 OK 那除非曾经我有跟朋友讨论 然后说流龙以前有曾经来载过一些高官 那就会把它设置的特别坚固 但是基本上 对流龙他基本上是拿来送一些建材啊 或者是物资的 他并不是拿来载人的 OK 欸流龙你知道怎么写吗 流是流水的流吗 对 龙就龙子的龙啊 对对对 流龙好像是这样 就是台语 真的真的 我这次还特别请问人家 我台语很不好耶 你不要乱讲 对 没有我说的是真的 流龙喔 流龙 流龙跟流浪不是都发音一样了 我不知道流浪怎么讲的 不重要好吗 OK好 所以说这一次呢 就是因为孙海桥复活了 然后我们就特别去看孙海桥 顺便去看那个关门古道 我们没有到七彩虎 因为七彩虎还是太遥远了 对 没错 那有很多人吗 就是大概 没人啊 你刚刚不是说露营区有其他主人吗 对露营区是因为 因为在那个地方 它是有一些露营地 它是for那种家庭式的 大家都会去那 就是西家带眷去那边露营的那种真的露营地 所以说大家是去那边玩 那但是不会特别去那边爬山 那我们这一次去的是叫做卡瑟山 基本上去都是去那里玩啦 就是享受大自然 然后交椅这样子 不会特别说去爬山 那我们这次是特别去爬山这样 了解 你说的那座山好爬吗 它算是中级山 因为它的海拔高度 我看一下喔 卡瑟山有一个三等三角点 是5973号基石 它的高度是1481 那不高欸 对没有很高 但是超过1000的 应该都可以算终极山了吧 这差不多对 那它的地形呢 其实蛮陡的 非常陡 然后它这边有很多的动物 其实你一看地上的粪便就知道了 一定有水路跟山腔还有山羊 然后我们一路上也都有听到他们叫 那我们的第一个领队 其实也都有看到 小的水路还有山腔 只是因为他们一看到你就会跑走嘛 所以都只有第一个人看得到 对 所以它那边的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很少人过去 所以说它那边的动物 其实听说是还蛮多的 那动物之外 那水质马房那些会很多吗 没有 这次完全都没有马房 而且因为可能天气好 非常干燥 那边是非常干燥 然后地势呢 地形啦 它的土质非常的松软 真的喔 然后 所以其实非常的滑 它的那个滑不是跟水面上很滑一样 是因为满地的枯枝落叶 松针吗 不是松针 它是一种 有阔叶 OK 对 然后它是大片的叶子 很多掉在地上 还有枫叶 然后所以说它就是你踩下去 其实你不知道那个叶子下面有多深 所以说它再加上它地势很陡 所以说它其实是蛮滑的 然后可能也因为比较少人去爬 所以说需要找路 诶 那你们有下载离线地图 有下载离线地图 那路好找吗 还算OK 其实还算OK 对 应该是说很多条路 因为都有动物的足迹 所以人常常会不小心走到水路的路 这边我补充一下 就是一般来讲 会称为这种动物走的路 叫做兽禁 没错 那常常有时候登山经验不足的人 他如果走低一个 可能走一走 发现 诶 这好像也可以走 就走错路 就是因为被兽禁所误导 对 那兽禁的特点就是 它的宽度呢 会比我们人走的宽度要来得窄 那如果说你越走越觉得不对劲 比如说诶 什么身边的杂草建筑越来越密 感觉不像是一般人 明明走的是大众化路线 怎么越走 就是越不像人会走的道路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停下来 往回走 然后呢 就再接回到主要干道上 对 那就是不要想说好像 诶 看起来有很明显的路就一直走 对 就是要小心 走错路很有可能是因为被兽禁所误导 没错 那所以说这次真的是很难得 因为又有了孙海桥 然后就 有机会能够到丹林大道 丹大林道 对 去看它的水 你说它到一点点 看到它的一点点 我们是大概在3.8K那边 你说总长大概62公里吗 好像差不多这么长 然后 但你们这次就是走了大概三四公里左右 不只啦 但是基本上应该说我们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整队五个人就包山 那一天就是包山 整个卡瑟山 它的一边是卡瑟山 然后另外一边是西北风 那西北风因为后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爬得太累了 就回家 就没有爬完 对 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很不错啦 这个行程 你看耶 在这么拥挤的假日里面 居然还可以包山耶 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厉害 感觉很不赖 对 就可以不会遇到一些其他行为举止很不适合的山友 你有看到最近有个新闻吗 就一个三个男生 然后好像爬起来吧 结果他们三个露出生殖器 哦我有看到耶 可是我没有仔细看那个新闻耶 是怎样 就反正他们三个男生就小屁孩啦 对 然后就有一个还故意踩在三角点 嘴巴吊着烟 然后三个都露出生殖器 真的假的啊 对 好没水准喔 对对对 就没办法 人多就是这样 对 没关系这个之后我们再聊 OK 好 好那既然啊 我今天有提到这个孙海桥啊 还有那个丹大领导 其实就想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地区的历史 其实啊 在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的时候 我就发现 哇 其实台湾的每一个礁山 每一个中级山 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其实呢 这一个孙海桥啊 他是位在于台湾中部南投县的信义乡里面 然后呢 他最主要 他是接连接台十六线跟单大领道中间一座跨越佐水溪的桥梁 那这个桥为什么叫孙海桥呢 因为孙海呢 其实是一个商人 对 对 他是一个人民 那当时啊 他是为了要进入这个中央山脉的原始森林伐木 就是他们是一个伐木商啊 所以说他这个孙海桥 他是在1957年1958年的那个时候搭建的 然后这一位孙海呢 他是正仓木业的创办人 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伐木商啊 所以说他在1958年的时候 他就标得了这个林务局啊 给他 让他在这个单大林区 5000公顷的地区拥有这个伐木权 然后呢 所以他就开始新建这个单大林道 然后建了这个孙海桥 他其实就是为了要让 大车子可以开到那个森林里面 去把那个红块载出来 对 然后听说以前的红块啊 他一卡车只能载一颗红块 因为那个红块都非常非常的巨大 也就是神木啦 然后那个时候啊 台湾的红块都会外销到日本 所以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在这边都会罚很珍贵的木材 然后外销 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台湾呢都是可以 在这个原始森林进行罚木的 合法的罚木 对 这个是合法的 OK 然后呢 在一开始这一座 孙海桥是木造的桥梁 那在1969年呢 那个南投县政府就把它改成水泥桥 水泥桥 但是呢 因为这个林业啊 不可能所有的一分一毫的土地通通都在砍木头嘛 所以说呢 有部分的林区就开放让人家来种植植物 本来当初用意是要造林 你砍了树 那你就再种一些生长块的树回去 没错 但是呢 就有一些是 他们就把它这一区变相的 就是合法化吗 那叫什么 应该说就 那边平常大官也不会去 他就偷偷的 种一些高经济作物 没错 就开始种高丽菜这一种 所以说他就变成一阶一阶的梯田 所以说这一种呢 长情比较稳定的山坡 就因为滥肯滥法 然后又开始种植高经济的作物 他就会变成一些菜园地 然后就让这个水土宝石 还有农药污染的问题 层出不穷 所以说呢 在这样子长期下来啊 一直到了台湾的1985年 我们才正式宣布说 不能够再伐木 那那时候已经1985年了 那但是虽然说 我们已经规定了不能再伐木呢 但是其实台湾还有很多的山老鼠 对 所以这些山老鼠呢 他就还是会寄予这些巨大的檜木 然后他们就还是会偷偷的砍伐 所以说他檜木还是会被顺着林道 被带下山 然后呢 为了这样子的关系啦 等于说林木还是被遭到砍伐 然后呢 种菜 他们当时用了很多的农药 用了很多的积粪啊 或者是石灰抗菌剂 然后就改变了土壤 它本来的PH值 那现在因为被这些 种菜的这些肥料 让它变成 PH值是7.8到8 那变成一个碱性土 让这些森林 在做造林的过程 遇到很多阻碍 就是明明把这些小树苗 都种下去了 但小树苗就长不快 长不好 或者是被水路吃掉 但总之就是在 富林的过程中 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所以现在那些菜股 都长满杂草 但杂草毕竟它抓住土壤 它的根长得不够深 所以其实这些杂草 对于水土保持 基本上来讲是没有用的 没错 所以说像在这样子 长期的土壤裂化 然后还有动物的危害之下 就像阿富刚刚讲到的 水路其实是会去吃这些植物的 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干旱 还有冬天的寒害 在这一些问题之下呢 土壤就被裂化的非常严重 那就变成是丹大林地 它富裕最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啊 因为你知道造林啊 就需要人去维护嘛 对 那但是呢 丹大林道的路况 又非常容易摊邦 所以说要有人去维护 根本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等于这一块 五千公顷的林地 要把它再富裕起来 就变成非常的困难啦 所以说像在2004年啊 这个孙海桥啊 它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敏都立台风 2004年7月3号 那个时候台湾就发生 一个叫做七二水灾 那那个时候台风夹带了大量的豪雨 造成那个佐水溪暴涨 所以孙海桥就被冲毁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行政院 他就评估他觉得 啊算了啦 如果说这个桥在 你们就一直会进去砍发树林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桥干脆不要再重建好了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不要再重建 啊但是啊因为其实 这个地方一直是布农族 他祖邻圣地朝圣的地方 嗯 所以说对于布农族而言 这一个地方就非常的重要 然后再来加上 还有很多民众喜欢去 做一些高山生态的旅游啊 还有刚刚提到这个台电人员 要修那些超高压电塔 在这一些原因之下呢 我们的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呢 他就在那个之后 有搭建了丹大吊桥 它是一个吊桥 然后是水泥的 然后是受那个三分锁管制战管制 不过丹大吊桥也在2008年 新乐客台风的侵袭下 也损毁了 OK 所以现在我们像我们昨天去 就只有看到 那个桥蹲两边的柱子还在 他中间的桥都是回损的 就掉了啦 就是掉了 所以说一直到现在就都没有搭建 所以像我们昨天经过的那个就是 很矮很矮的便桥而已 就是有两道 然后车子可以从中间开过去 它还双向道 不是不是 它是两道轮胎可以过去的 对 就是它两道的中间是空的 空的 对 这么神奇 对 所以说你就是车子开过去的那个大小 然后一般来讲 因为其实你看那个便桥觉得它很简单 一定很便宜或很容易搭建 它很快速可以搭建 没错 但是其实它的要价不肥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我知道它并不是很便宜就可以盖好的 所以说它其实基本上现在是枯水期 所以会放在那边 但是等到观察到雨季快要来临了 然后水位快要上涨了 基本上这个桥就会收走了 是喔 所以呢 我们才会在这个时候就觉得 哇 顺海桥回来了 一定要赶快去看 所以这个桥是只有在枯水期才会存在 对 而且也不一定枯水期会有 就是当有台电人员的需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会过去 哇 那我其实应该跟你们一起去爬 对 真的 不早讲 这真的是秘境了 而且其实一般来讲 如果它没有搭那个便桥 像我们这次搭便桥 就是变成车子可以开过去 对 等于就可以少走很多路 那你如果说没有这个便桥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民众去爬 那有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你就是缩溪嘛 你就是趁那个枯水 然后那个佐水溪没有很高的话 你就是用走的走过去 那你走过去之后 你还要再踢很长一段的 领导 对领导 然后才能够开始进去爬山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 他们现在呢 有一个叫做机车帮 机车帮 对 原住民 帮是那个 新国安邦 对就是帮派 还是帮派的帮 机车帮 我看一下喔 好 那趁你搜寻时间 我自言自语一下 就我觉得那个 布农族的 祖灵在那边 我觉得反而就更不应该把桥建回来 就更应该 让它处于一个 失联状态 因为感觉人越多过去 不是就会越容易 亵渎所谓的祖灵吗 可是他们可能那是一条 他们朝圣的路 所以他们必须过去 朝圣我觉得 原住民给我的 我自己的刻板印象 就是他们 体力啊 技巧啊都很好 就算没有那个桥 我相信他们应该要过 也是像走自家后院一样 好 我查到了 OK 就是呢 他们现在就有一个叫做机车连 连队的连 是连不是帮 对 机车连 然后呢 因为还是有很多 相信很多听众都知道嘛 丹大林到七彩湖啊 六顺山啊 这就是大家很想去啊 但是因为就是需要踢53.1公里 才到得了 好远 那你看来回哦 一百多公里哦 所以说一定是要安排蛮多天的 然后所以现在就有个机车连 就是原住民他们有 可以骑机车载你进去 要付费 要付费 而且单趟你猜多少钱 单趟 你说只去 对 单趟一千吗 一千 六千 哇靠天啊 真的 但是他就是 反正就是载你进去嘛 然后 但是因为你 要你自己走 你这种会很痛苦 可能就不愿意了啦 所以说 他一台就只能载一个人嘛 因为是机车 所以说他们就 一台六千 来回一万二这样子 哦 了解 对 所以说有两个方法 如果没有这个孙海桥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 但是就是自己踢 或者是就是请机车连 这样都是可以的 那这边我最后再做个补充 就是针对单大 领导 然后领务局 合法 砍木 这边做个小总结 在1912年呢 领务局 那个时候还不是公家机关 所以他们当时需要靠伐木 来获得经费 那中间就一直伐伐伐 然后到195 就是刚刚说 195几年 正常取得了这个 合法砍木的许可 所以砍乏的行为 又更加的泛滥跟严重 因为那时候 他拼经济嘛 也没有什么环保意识 那到了1987年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公民记者 叫做赖春彪 赖记者呢 他到了单大去看 就觉得 哇天哪 怎么明明这些地被砍了 应该要造林 结果没有种这些小树苗 反而都去种一些高丽菜 然后大雨一来 土食又摊邦 然后整座山就这样子 或整个环境就被很严重的做改变 所以他1987年开始就有了抗议行动 那呼吁民众 就是要政府要正视这个事情 那到了1989年呢 林务局才下令禁止说 不可以砍伐这种珍贵的红块 这些数目 所以我觉得这个赖记者 非常的令人钦佩 在当时1987年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戒严解除了没有 1987年 好像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吧 76年左右 OK 就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还是一挡独大的情况下 敢出来做抗议行动 我觉得他的这勇气还蛮让我佩服的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 对 没错 然后呢 刚刚也有提到说 这一次的行程嘛 其实就是有这个关门古道 那这个关门古道上面里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遗迹 是以前的住宅所 哦 石板屋之类的吗 对对对 超多石板屋的 所以说如果有兴趣啊 对于这种古迹啊 遗物啊 有觉得很有趣的 都可以去尝试走这条路线 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 古时候的石板屋 下次再跟你们去 那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OK 今天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 也请分享给 考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我们讲的主题 请留言在 越来越开大的 FB IG Telegram的粉丝团 那就下次见咯 Bye